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 四十年的旷野生活中 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 上帝为属他的儿女 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 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 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 领取今日新鲜的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 我是孙大中 诗篇111篇第10节 世人说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 耶和华是永远当赞美的 让我们敬畏神 遵行他的命令 这神常能发出积极热情的感谢 把神的名当得的荣耀归给他 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 只是不要走得很远 我们思想 只是不要走得很远 这个题目 所要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 初埃及记第8章8到28节 初埃及记第8章8到28节 请预备好您的圣经 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 全心全意 我要全心全意感谢主 感谢他的慈爱与祝福 因他帮我走过 还我有苦 是我一生永不再孤独 我要全心全意赞美主 歌颂他的伟大与救赎 因他因我脱离 世间相恶 自我一生平安息了 哦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全心献上真诚心灵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倾听耶稣 此爱生意 我要全心全意赞美主 我要全心全意赞美主 感谢他的慈爱与祝福 感谢他的慈爱与祝福 因他帮我走过 慌我有苦 使我一生永不再孤独 我要全心全意赞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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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从他的伟大与救赎 与救赎 与救赎 与他因我脱离 祝我一生平安息了 祝我一生平安息了 哦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全心献上真诚心灵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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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心献上真诚心灵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请听耶稣 此爱声音 我要全心全意 做美人寿 歌颂他 的伟大与救赎 出埃几记 第八章 八到二十八节 法老召了摩西亚伦来 说 请你们求耶和华 使这青蛙 离开我和我的民 我就容百姓 去祭祀耶和华 摩西对法老说 任凭你吧 我要何时 为你和你的臣仆 并你的百姓祈求 除灭青蛙 离开你和你的宫殿 只留在河里呢 他说明天 摩西说 可以照你的话吧 好叫你知道 没有像耶和华 我们神的 青蛙要离开你和你的宫殿 并你的臣仆 与你的百姓 只留在河里 于是摩西 亚伦离开法老出去 摩西 为绕害法老的青蛙 呼求耶和华 耶和华 就照摩西的画形 凡在房里 院中 田间的青蛙 都死了 众人把青蛙 拒拢成堆 遍地 旧都腥臭 但法老 见灾祸松缓 就硬着心 不肯听他们 正如耶和华 所说的 耶和华 吩咐摩西说 你对亚伦说 伸出你的杖 几打地上的尘土 使尘土 在埃及遍地 变作狮子 他们就这样行 亚伦伸杖 几打地上的尘土 就在人身上 和牲畜身上 有了狮子 埃及遍地的尘土 都变成狮子了 行法术的 也用邪术 要生出狮子来 确实不能 于是 在人身上 和牲畜 身上都有了狮子 行法术的 就对法老说 这是神的手段 法老心里刚硬 不肯听摩西 亚伦 正如耶和华 所说的 以和华对摩西说 你清早起来 法老来到水边 你站在他面前 对他说 以和华这样说 容我的百姓去 好事奉我 你若不容我的百姓去 我要叫成群的苍蝇 到你和你成仆 并以百姓的身上 进你的房屋 并且埃及人的房屋 和他们所住的地 都要满了成群的苍蝇 当那日 我必分别我百姓 所住的戈山地 使那里没有成群的苍蝇 好叫你知道 我是天下的耶和华 我要将我的百姓 和你的百姓 分别出来 明天必有这神迹 耶和华就这样行 苍蝇撑了大群 进入法老的宫殿 和他成仆的房屋 埃及遍地 就因这成群的苍蝇败坏了 法老召了摩西亚伦来 说 你们去 在这地祭祀你们的神吧 摩西说 这样行本不相宜 因为我们要把埃及人 所厌恶的祭祀 耶和华我们的神 若把埃及人 所厌恶的 在他们眼前献为祭 他们岂不拿石头 打死我们吗 我们要往旷野去 走三天的路程 照着耶和华 我们神 所要吩咐我们的祭祀他 法老说 我容你们去 在旷野祭祀 耶和华你们的神 只是不要走得很远 求你们为我祈祷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 初埃及记第八章 八到二十八节 我们把焦点放在第二十八节 请看初埃及记八章二十八节 经文说道 法老说 我容你们去 在旷野祭祀 耶和华 你们的神 只是不要走得很远 初埃及记八章二十八节 我们就以这节经文 作为今天一块背诵 和默奖的金句 初埃及记八章二十八节 我们再背诵一次 法老说 我容你们去 在旷野祭祀 耶和华 你们的神 只是不要走得很远 初埃及记八章二十八节 继续 使今天的灵修短文 只是不要走得很远 这是法老王 他的推托 言荡之词罢了 若他真有心 让以色列人 脱离他的掌控 何须警戒他们 不能走远 仍要在他 鞭长可及的势力范围内呢 可见 他另有居心 这世界也是如此 许多人劝我们 信教可以 但不能信得太迷 信得太认真 所谓 与耶稣同埋葬 向着世界死 这对 世人而言 是很可怕的想法 他们觉得 不得已时 还是可以向世界 罪恶妥协 因为 适食物者为俊杰 的确 除污泥而不染 不同流和物 是高尚理想的 处事原则 但大家都这么 昧着良心 不守法 而自己需要坚持原则 与众不同 甚至因而吃亏 岂不是太傻了吗 很多基督徒因此 就立场摇动 欺负于 这似是而非的 世间理论 我们若真心 全然信靠主 就会舍弃 浮华世界的享受 预备心 过 首速 安长的生活 幽居旷野 而且越远越好 免得遭天火波及 信徒们 呼召的号角已响起 你们勿要从他们中间出来 与他们分别 不要高估你的困难 不要低估神的恩典 神的恩典大过你的困难 祂的恩典天天够你用 旷野玛纳陪伴你 天天经历神的恩典 祝地恩典大塌傻傻 祝地恩典从头到脚 白白的埋估的忘掉 感谢永述入浪潮 今天我们思想 只是不要走得很远 这个题目 初爱极记八章一节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 你进去见法老 对他说 耶和华这样说 容我的百姓去 好侍奉我 要拿走神的东西 留下神的百姓 是不可能的 神说以色列是我的百姓 要法老容他的百姓去 好侍奉他 约伯说 神心里有智慧 且大有能力 谁向神刚硬 而得亨通呢 法老千方百计 要把以色列人 留在埃及 不让摩西带他们走 神又十个大灾 击打埃及 当苍蝇成了大群 进入法老的宫殿 和他臣仆的房屋 埃及遍地 就因这成群的苍蝇败坏了 揣记八章二十五节记载 法老召了摩西 亚伦来说 你们去 在这地祭祀 你们的神吧 等直接影响到法老本人 法老才收敛他的气焰 召摩西 亚伦来谈 所有的灾 都是由神发动 借由摩西的呼求 向神祷告而终止 且先 法老要求以色列人 就在埃及祭祀耶和华神 摩西断然拒绝 纱埃及记八章二十七节 摩西说 我们要往旷野去 走三天的路程 照着耶和华 我们神所要吩咐我们的祭祀他 二十八节法老说 我容你们去 在旷野祭祀 耶和华你们的神 只是不要走得很远 求你们为我祈祷 你留意到法老口中的指示吗 指示不要走得很远 好让我随时掌控你们 法老不愿意 为奴的以色列人 离开他的控制范围 要继续掌控他们 这就象征罪的权势 亨利玛他说 有些罪人就是如此 他们猛然领悟 愿意离开罪孽 却不愿离得太远 一旦惊恐过去 便可走回头路 弟兄姐妹 你要严肃拒绝 魔鬼的诞书 指示 你有个宗教信仰很好啊 信耶稣可以 只是不要信得太迷 不要信得太认真 太投入 你听过这样的话吗 我要反问 一个人爱神 怎能够不投入呢 你全心全意爱一个人 难道你会对他冷淡吗 他是主 你怎么有权利 保留自己不献给他呢 他是真神 我跟我家 就必定要侍奉他 曼尔博士说 基督若不是一切的主 他就根本不是主 真正的爱主 是爱他过于一切 否则就不是真正爱他 他是主 我就必须把他当主 找到他该受的敬畏 敬畏他 按着他该受的尊荣 尊荣他 因为他是圣洁真实的 他应许的永生 就是真的 魔鬼说 不要走得太远 我好继续挟制你 继续支配你 你信是信 可是不要太投入 也不要太认真 不要离属实的价值观太远 不要太过于分别为生地归给神 你大罪可以不犯 小罪可以不断 只要行为没做出来 你心里可以继续这么想 你想做基督徒是吧 去做吧 但不要改变你的生活方式 你的良心告诉你 必须下定决心 从世界中出来 从罪恶中出来 好啊 但不要走得太远 因为你可能想再回来 首先你不要公开 你不要加入教会 你不要受洗 不要有正常的教会生活 就随你的心意 暗暗地做基督徒就好了 照你喜欢的方式 过你的生活 不要舍己 也不用背十字架 高兴的时候 你就跟随耶稣 不高兴的时候 你就离弃他 遇到困难的时候 你可以祷告 困难一过 别忘了 要再回来啊 不要抱怨迦难 因为你根本就还没出埃及 你看到吗 发老一如主耶稣所说的 那壮士披挂整齐 看守自己的住宅 绝不肯轻易放过他的卢物 他不会轻易让你脱离他的瑕疵 他一定要掌控你 我们的生活应当成为基督跟他荣耀的见证 但只要你的心还在世界 你就会像迪玛那样又回到世界去 用来说 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 人若爱世界 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 因为反世界上的事 就像肉体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 并今生的骄傲 都不是从父来的 乃是从世界来的 神要撒末尔吩咐扫罗 去击打亚玛利人 灭尽他们所有的 扫罗跟百姓 却违背神的命令 他们竟然爱惜 亚玛利王亚甲 以爱惜上好的牛羊 牛毒羊羔 并一些的美物 不可灭绝 只把那些下贱 瘦弱的杀了 扫罗没有带领百姓 敬畏神 反而跟百姓一块 违背神的吩咐 自作主张 擅自把神的命令 打了折扣 不彻底执行 虽然他口里说 耶和华的命令 我已经遵守了 实际上 他心里另外有一个王 那个王就是他自己 神的吩咐是这样 但只要我喜欢 有什么不可以呢 我是王啊 魔鬼会笑着说 很好 扫罗 你没有走得很远 你不愧是我的儿子 我心里没有真理 你也跟我一样 神不将扫罗施恩 他顽梗背你的心 就显露出来 神要撒末尔告诉扫罗 你既厌弃 耶和华的命令 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 当扫罗转去不跟踪神 不遵守神的命令 神的灵就离开他了 不但离开他 而且与他为敌 雅各书四章四节 主的兄弟雅各说 你们这些淫乱的人 岂不知与世俗为友的 就是与神为敌吗 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 就是与神为敌了 我们能够与神为敌吗 神不愿看见你我心中 有任何人事物霸占 窃取了他应有的地位 他要我们尽心尽心尽力爱他 这时没有信心 侍奉他缺少恒心 是我们在试探中失败的主因 你为什么犯罪 因为那个时刻 你没有专心爱主 如果你专心爱主 很多试探 你根本不会注意到 你里边私欲 也不会被他唤醒 你没有向着世界死 没有立志在基督里敬贤度日 软弱是你的借口 实际上 你听了法老道的话 你没有走得很远 那些没有走得很远的 只求仅仅得救 能上天堂救好的信徒 常常在心怀二意中 沾染世俗 沾染污秽 魔鬼不断要你沾染污秽 他盼望你最大程度的世俗化 继续保持不敬虔的心 跟世俗的情欲 眷量埃及的肉锅 王阳明说 智不立如无垛之舟 无闲之马 飘荡奔易 何所指乎 神宣愿我们 因为他爱我们 怜悯我们过于其他的人 以赛亚书52章11节 神说了 你们离开吧离开吧 从巴比伦出来 不要沾不洁净的物 要从其中出来 你们扛台 耶华器皿的人啊 物要自洁 信是要求自己 背起十字架来 一路跟随耶稣 跟随到底 永不回头 主为我们舍了自己 要是我们脱离一切罪恶 又竭尽我们 特做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 既然跟踪了主 就不要再跟不乙相交 不要再跟黑暗相通 不要再和撒旦相合 物要从他们中间出来 与他们分别 不要沾不洁净的物 当撒旦要你 不要走得很远 要你把这个留下来 把那个也留下来 你好随时回来 你要斩钉截铁 对他说 不 我跟我所有的都要离开 一样不留下 主把我从你手中救出来 是要我可以终身在神面前 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 侍奉他 天父已经借我脱离黑暗的权势 把我迁到了他爱子的国里 我对神 跟他应许要成就的事 有完全和绝对的信心 但因为我们中间没有一个 身体虽然离开埃及 心还留在那里 时不时朝着要回去 虽然归主为圣 就永远不要再回头 主耶稣在试探中 没有任何妥协 他得胜的人性 就是教会向着直奔的标杆 诗篇六十八篇十八节 大卫说 你已经升上高天 掳掠了仇敌 你在人间 就是在悖逆的人间 受了贡献 叫烟花神 可以与他们同住 主看他的民如群羊 他们必向冠冕上的宝石 高举在他的地义上 他的恩慈何等大 他的荣耀何其盛 五谷健壮少男 辛久培养处女 让我们喜乐地跟从主 甘心侍奉他 经历主除灭魔鬼的作为 见证他的国度 在我们中间彰显 我们再来背诵一次 今天的金句 初埃及记八章二十八节 法老说 我容你们去 在旷野祭祀 耶和华 你们的神 只是不要走得很远 初埃及记八章二十八节 请我们一起祷告 主啊 你从外人中间 前选我们 归你做圣洁的子民 你说我们不属世界 正如你不属世界 魔鬼要我们 不要走得很远 要我们继续受他的挟制 被他掌控 而你要我们不给他留任何地步 而是昂首无惧的出埃及 你说 凡爱耶和华的 都当恨无罪恶 这世界的理论跟价值观 要让我们变得不尽钱 要我们对你的敬拜 只留在礼拜天 要夺去我们爱你的心 但你已经分别 虔诚人归你自己 为了救赎我们 你为我们付了重价 为我们在诗架上流出宝血 主啊 我们乐意竭尽自己 在你的圣道中 心意更新而变化 明白你在我们身上 那善良纯全 可喜悦的旨意 你是我们的主 每一天 每时每刻都是 这世界 和其上的情欲 都要过去 我们跟世界 早晚要分手 但要与你同在 直到永远 主啊 您的保守我们不失脚 叫我们无暇无辞 欢欢喜喜地 站在你荣耀之前 我们的磐石 我们的救赎主啊 你必看见 自己劳苦的功效 便心满意足 愿你亲自成全我们 坚固我们 赐力量给我们 知道我们得着 那不能朽坏 不能玷污 不能摔残 你为我们在天上 存留了基业 祷告祈求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我是苏纳中 下次节目时间 空中再会 愿神 赐福给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祝愿者 杨栋梁 祝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祝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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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 Psalm 159 不怕走好